姐姐, 大件事了 想不到你白發了怪病 中了的人會全心都很癢 甚至會癢死 舅輝那邊不知道是怎樣的 我打電話給他又不通 我有看新聞, 放心吧, 舅父沒事 你又知道? 他不接你的電話 因為他在跟我談視像 舅父, 你在哪裡? 在酒店, 新聞說這個病的傳染性很高 又沒有藥醫 留在酒店就安全一點 你什麼時候回來香港? 幾個小時就上機了 我知道有這個怪病 立刻訂機票回來 明早就回到香港 第十四 誰? 剛才我在機場通過測試 證實是陰性, 你們才讓我回來旁邊 你以為我們是機場的醫護人員嗎? 是我們也及好 為何你穿成這樣? 病有七天前復期又沒有藥醫 我不想癢死 我們還是保持一片五米的死膠 距離好一點 你這麼怕死就別管了 我們不管, 怕你餓死而已 我們買了東西給你吃 是呀, Icy就跟爸爸去公幹 未來這七天你要自己煮自己吃 坦白說, 我恨了你的假期 其實恨了很久 平時就陪你排氣 陪你爸爸應酬 把私人的時間都倒掉 現在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說不定, 一睡醒就已經七天了 那就行了, 你有什麼呢? 就打給我們吧 再見 再見 多袋什麼? 你戴了些爛針, 毛爛 這樣被舅父幹什麼? 不如積爛衣服 以前的人都是積爛衣服解悶的 他懂得鬼積嗎? 所以我連書也帶給他了 你戴一本寫真給他好 舅父 他為什麼那夜不開門? 幸好我們知道密碼 我去找廚房也不見舅父他去了哪裡 糟了, 他會不會跑出去玩的 大小姐 大小姐 來了 姐姐, 你打算找他們來舅父嗎? 我叫藥水來 是替我草耳一份割蓆聲明 割蓆?你跟誰割蓆? 割蓆?你的意思是你想跟KC割蓆嗎? 萬一舅父被抓了, 網民會殺起底 到時候就會說我們接農集團 出了一個不負責任指施治理的員工 我為了農家, 為了接農集團的聲譽 可不得不大熱面親 原來KC偷走了出來 違反隔離令很嚴重 姐姐, 如果讓舅父知道 你跟他割蓆, 他會很不開心 我又很開心嗎?現在 隔離七天而已, 今晚就到限期了 只有幾個小時他都忍不住了 行了, 不要說了 你們趕快回去給我起份聲明 明天出門 知道, 大小姐 搞定 想不到我職業也挺有天分 你還有一個小時就完成家居隔離 正式自由了 好, 其實找你家也不太辛苦 你說如果我只是出去吃一隻新船 喝兩杯Saket 會不會有人發覺呢? 我怎麼可以這麼自私呢? 我身上可能有病毒 好, 我怎麼可以出去惹人呢? 不可以這麼自私的 我要遇到你的電子毒品 寫大字, 聽歌 好 喝杯水 聽完音樂, 人都舒服點 我怎麼會有阿拉在香港? 還有誰呢? 在家屋裡經常得到我 但是我怎麼會去買阿拉呢? 一定是Terry吵著溫暖牌 所以我先買定線的 好, 趁時間, 織過去 我快要到家居隔離了 好, 上訂網 幫餐廳跟個臭小姐慶祝 Terry? 舅舅, 我很癢 不知道是不是那天見過你 惹到你的菌 我現在在你家樓下, 很暈 媽, 舅舅, 你救你 糟了, 我還沒到家居隔離園 我不可以出去, 你要怎麼樣? KC還沒回來? 弟弟, 你的橋樓可行嗎? 舅舅最緊張我, 她知道我有事 一定會打時間滾回來 KC, 舅舅 Pammy, 找到你真好 KC, 為什麼你會從家方向那邊出來 你不出去嗎? 我一直都在家, 我都沒出去 怎麼樣?你說你暈倒?你沒事吧? 其實是我說謊, 騙你出來的 我只是在家裡而已 就是說你一直都沒出去嗎? 你的家居檢疫令還沒過去 快點回去, 走吧 一切已經太遲了 剛才我來的時候 那間見到我, 他說要報警 報警? 不是吧, 死仔 不要… 這段時間我兩個未來女婿 每天都來我家吃飯 以前我每個月都收支平衡 最糟糕是買送錢 花特成五千多元 我想問問, 龍蝦多少錢? 這隻就是三斤重, 九百元 九百元? 這兩隻買完送就知道貴了